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7月11日 迪迦科斯出征毛面笔 周日晚上,瑞典超继续有精彩赛事上演 其中哈马比将坐镇主场迎战迪迦科斯 自从5月取得联赛首次联胜后 哈马比近期整体表现转趋平淡 反观迪迦科斯进五轮联赛则未尝一败 此消比掌下,哈马比金仗确实不宜高估 哈马比金纪联赛整体表现实属一般 他们在前九轮战暴露的胜合赴各三场的战绩 联赛排名,也是排在中游位置 哈马比攻守表现同样大开大合 既能场均攻入1.67球之多 也能场均失掉1.56球 如此发挥实在令人难以捉摸 近况方面,哈马比近期表现转趋平淡 他们已经连续四仗各项赛事常规时间内不胜 战绩为三合一负,争胜力同样匮乏 是一面对近期状态明显处于上升期的迪迦科斯 哈马比男友胜机 另一边乡,迪迦科斯经济联赛开局不顺 遭遇两连败打击 虽然只是升班马的身份 但是迪迦科斯并未就此沉沦 反而激发出斗志 随后七轮联赛斩获四胜二 和一副的战绩,如今排名比哈马比更加靠前 近况方面,迪迦科斯进五轮联赛取得三胜二合的佳绩 当中的手下败将甚至包括目前领跑积分榜的佐加顿斯 而前锋爱华特陈在此期间贡献六球成为球队强势反弹的重要功臣 此番走访近期一胜难球的哈马比 迪迦科斯有望一黑到底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是 以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